我們再來看一個立體 現在有1歐姆跟2歐姆串在一塊 然後再接1.5伏特 也是一樣求各燈泡電流 求每個燈泡的電壓電位差 還有導線電流所謂的總電流 那一樣嘛 我剛才講的解法一跟解法二 當然我們現在不可能再跟你做解法一解法二 就看你要怎麼思考這個題 你有你的思考方式 沒有關係 你想的是對的就OK了 來我們怎麼思考 各燈泡的電流就是總電流 因為他是串連的 所以總電流跟分電流一樣 所以各燈泡電流就是導線電流 這答案都是一樣的 答案都是一樣的 那導線電流是總電流 總電流要用所謂的總電壓 要用所謂的總電主去求所謂的總電流 算什麼 帶什麼 好了 總電主有嗎 沒有直接告訴我 但是是兩個串連 串連你會求嗎 相加 所以我可以求總電主 總電壓有嗎 他有告訴我1.5伏特 所以要是應有盡有 所以串連的時候電主相加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總電主3歐5 電壓已經告訴我是1.5伏特 然後就帶進去R給I分之V 就算出來 就是0.5安肥 那也就是 1歐5的電流 也就是2歐5電流 我講過了 他是串連 總電流跟分電流相同 所以三個答案都 一樣 三個答案都一樣 都一樣 都是0.5安培 那現在還有問題是 1歐5的電壓跟2歐5電壓 1歐5的電壓 那可以怎麼辦 然後這樣 你要用剛才的數學的筆畫作也可以 或者 我們認真努力算也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就認真努力算 也一樣 算什麼帶什麼 你要算1歐5的電壓 就要帶1歐5的電阻 就要帶1歐5的電流 你要算2歐5的電壓 就請帶2歐5的電阻 請帶2歐5電流 電流不是剛剛算出來過了嗎 都一樣對不對 然後電阻我告訴你嗎 1歐5跟2歐5 就往裡面帶嘛 還是帶R給I分之V嘛 或者是說V給Ir也可以 所以 1歐5電壓不知道 電流0.5剛剛算出來的 所以就是0.5輻射 那2歐5的算算就是1輻射 1輻射 檢查有沒有對 有沒有對 0.5加1.0 1.5 串連 總電壓給分壓的 這樣加起來沒有錯 我的答案是會有可能會對 所以我們就做出來了 這樣就做完了 就是做吧 那我講過也可以有別的想法 都沒有關係 解決的方法不只一種 那這只是我給各位介紹的解決方式 就帶進去我的 V等於Ir R等於I分之V 記得算什麼 算帶什麼 要算1歐5就帶1歐5的 要算2歐5就帶2歐5的 要算總電壓就用總電流就用總電子 就是我們的重點的觀念 不要帶錯了 不要亂做 不要亂做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立體09 OK OK